今天是南大閣議會開箭 由南大閣長李明晴來進行市政總報告 也特別提起已經向何傳局 政策要將馬路克中筆重新來精力 搭造這一個渡公町的休憩中心 將來會當新聞新的經典議官 見到會當新聞民眾另外一個 運動驚大的好處 南大閣長出了我們前三建設 我們的城鎮之新的計劃 第十八代第七代的定期會 今天開箭 一開始就由官長李明晴向後議員 進行市政總報告 官長剛才占對近年度 關鍵重點感到更深刻 請求南大閣議會的成功基盤 第三水龍普普進行亞運 南大王來三亞幸福的設施 以及老人家出的補助協會頂頂 也必須是一家要將馬路克中筆 中心正在 搭造一個渡公年的休憩中色 我想我們在地方政府 也是有需要來配合 爭取 把馬羅西整治一個城市之星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馬羅西的沙灘高地 來把它整治更完美更亮麗 讓我們南投市民 在早上和下午 能夠藉由馬羅西的優美的環境 來做適當的運動 相信這個可以創造雙贏 一個可以有一個非常美麗的運動場所 另外 我們可以把這個環境整理得更優美 城鎮資深的港町建設 將會配合第三個川橋 在好多經濟的東西 也會將對旁邊的欺貞 做美好的設施 穿南火電中心 加山條沒辦法很苦 以及馬羅西的鎮林郊 三個地方 來這裡整個 搭著南投市的新代表 尤其我們每年 這個南投燈會 就是在我們的費展中心來舉辦 另外在對岸 我們就利用高速公路的 高價格的閒置的空間來創造 這個沙雕文化意識園區 還有停車場 那麼我相信 這樣的一個在結合馬羅西 我們這邊可以規劃一個非常 這個休閒亮麗景觀的一個休閒區 結合一起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這三個地方歸納起來 來做一個風景區的一個規劃 我相信對我們南投市的發展 對南投市的休閒公園 對南投市的觀光 都有一定一定程度的幫助 另外 關府地非常感謝各位來賓 也回到這期向中央進出 將近三億五千萬的金費 未來中心進地 當勞運轉地区 希望能讓地方的觀光發展更好 比賽還要繼續跟共建設 提醒南投關 整體的觀光品質 記者就有算 蔡文博德